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我国商务部正式表态 对欧洲进口的猪肉进行反倾销调查 欧盟真应当考虑考虑 你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我们做生意呢 根据商务部网站的消息 我国已经正式开启了 对进口自欧洲猪肉的反倾销调查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关键时刻 寄出反倾销这个法宝呢 原因很简单 是欧洲人你太不像话了 过往几个月的时间 欧洲一直在对我国电动车进行反倾销调查 欧洲人口口声声说 中国的大量电动车企业拿到了政府的天价补助 而且他们在调查我们企业的时候 竟然还丧心病狂的询问我们电池的秘密 这是以调查为幌子来打探我们的商业机密 而且欧盟做出了个临时决定 从7月4日起要对我国出口自欧洲的电动车 争最高达38.1%的关税 本来欧洲这些年不是天天要求环保 要求减碳吗 我们也知道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 可是欧洲同款电动车的价格是我们的两倍三倍之多 你让欧洲老百姓怎么买得起 而另一方面很多专家都指出 哪怕欧盟你把这个关税加上去了 中国电动车在欧洲还是有大把竞争率的 我们还是便宜的 欧洲老百姓还是买的 但是你加上这个关税 成本就要由欧洲消费者来承担了 所以欧洲根本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但是你这样不仁不义 我当然要祭出反制的措施 所以我们就先调查一下你的猪肉进口 各国都可以使用关税武器 你用关税打压我的车 那我可不可以用关税打压你的猪肉呢 尤其是说实话 这两年以来国内猪肉价格很低 确实是因为大把海外猪肉的进口 使得我们很多养猪的农民都入不敷出了 当然我们其实并不希望用关税武器打压他们 毕竟大量从欧洲进口猪肉价格便宜 是有利于我们消费者的 但是如果你非要一意孤行 非要打压我们的电动车 那就只能你做出一 我做十五了 很多网友还说 我们能对等报复的武器还有很多呀 我们不光可以调查猪肉 还有欧洲的奢侈品 欧洲的汽车 欧洲还有很多商品有可能在我们打击报复范围之内 但是我们其实并不想这样做 我们希望各国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生产出商品进行交换 让各国消费者真正得益 这样不好吗 所以奉劝欧洲还是要好好想清楚 到底你这个关税大棒要不要收回去呢